在北极生活的因有特征,简直就是人类的奇迹 他们为了吃鸟蛋,敢冒似攀爬500米高的悬崖 想吃肉时,又要在零下40几度的海面上捕杀两吨重的海象 这些看起来非常致命的行为,却是他们普通的生活日常 北极地区,冬夏季节的交替变换十分剧烈 随着北极夏季的到来,冰雪消肿 海面上已经没有海象海豹的踪影了 此时也迎来了数千只海鳩的回归 他们为了躲避大型动物的袭击 会将卵铲在天敌难以靠近的悬崖壁上 为了能够度过这个短暂的夏天 海鳩蛋无一成为了引纽特展最好的选择 因此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乘坐一艘 由海象皮制作的小船前往这座小岛 用海象皮制作的蒙皮船延续了早期 鹰扭特人的制作工艺 有着重量小滑行块的特点 因此很受鹰扭特人的喜爱 他们将船停靠在岸边 然后一起徒步走向山顶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叫做考亚 他今天会向我们展示鹰扭特人 如何在高达五百多米的崖壁上获取食物 考亚是这群鹰扭特人种 体重最轻的 也是经验最足的 一双黑色的水桶靴 一副破旧发黄的棉手套 以及一个简易的背包 这就是考亚采集鸟蛋的装备 他被族人用细小而又破旧的绳子 慢慢放到了悬崖底部 而他的族人则在上面死死地拉着绳子 常年冰冻的石灰岩并不是很牢固 稍不注意就会随着岩石一起跌落崖底 即使是今夜老道的考亚 也需要无比小心才行 就在这时 考亚采到了一块松动的岩石 接着他给我们展示了一段自由落体 依附于岩石不断产生剧烈摩擦 身体不断地向下滑落 跌落的石块 惊起了成千上万的海灸 突然绳子不动了 考亚的身体被绳子悬吊在了崖壁上 幸好山顶的族人紧紧地拉住了绳子 才没有让考亚一股溜达向下跌落 考亚赶紧抓住眼前 突出来了石块站稳脚跟 然后连忙向山顶的族人大喊声 以报平安 最后身体半驱着 靠在崖壁上休息 每年都会有因为采集鸟蛋 而丢失生命的因有特征 即便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登山者 有着专业装备的前提下 在这里也都会望而却步 背积的气候 决定土壤无法种植作物 因此 哪怕是要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也必须这样做 这就是因有特征 没有退路的生存方式 休息好了的考亚 继续攀爬到有海灸蛋的地方 海灸蛋呈墨绿色 如拳头般大小 它背靠着崖壁 一只手驱赶着海灸 一只手在崖壁上 然后依旧身体半驱着 缓慢向鸟蛋旁边靠近 一个海灸窝最多有三四个蛋 而它们一次最多 能够采集五十几个蛋 也就意味着 考亚需要来回二十几次 攀爬在没有任何支撑物的崖壁上 脚下的岩石 也只能够支撑脚掌的五分之一 考亚依靠着壁底 艰难地来回爬行站 哪怕中间有一次放松警惕 考亚就可能受伤或者丢失性命 来回的攀爬是考亚筋疲力尽 它拿起了一个吊蛋 用手翘破 一股溜达倒进了嘴里 这样的美味 让疲惫的考亚一下子精力充沛了 当收集完鸟蛋之后 考亚向着崖壁上的人呼喊了一声 山顶上的族人 立即将考亚拉上了山顶 最后他们带着五十个鸟蛋 一起乘坐小船回到了住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悲极的冬天接铁了短暂的夏天 海灸居家迁徙到了温暖的地方 而海巷和海豹再次回到了冰面上 眼前这个拿着望远近的男人 叫做帕夏 他们已经离家几个小时了 冒着严寒在危险的海滨碎片中寻找猎物 可不要小瞧眼前这些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块 这些重达几十吨的伏兵足以撞碎他们的小船 因此在寻找猎物的同时 需要躲开伏兵的袭击 帕夏拿着望远镜四处张望 寻找着猎物的踪影 冬年的捕猎经验告诉他 猎物留下的水汽物团 说明他们就在附近 当帕夏再次举起望远镜时 看见了正在冰面上逆时的海象 这头海象长着两个巨大的鸟牙 是个重达两吨的庞然大物 不到它能够让帕夏一行人吃上一周了 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帕夏掌握了绝对的主权 他赶紧指挥着族人 向海象的方向驶去 他们得在他潜入水中之前赶到 在宽阔的海域上 即将上演一场激烈的战争 等海象发掘 帕夏他们存在时 他已经被紧紧包围了 海象开始对帕夏的船发起了攻击 汹涌的攻击 卷起了一层层的海浪 船在海浪中不断摇晃着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卷入水中 北极的冬天 气温甚至可以低到零下四十几度 就算一纽特战 穿得再暴暖 只要落入水中 十分钟之内 人就会一命无火 就在和海象不断盘旋的过程中 帕夏举起了一根长长的鱼叉 蓄势待发地朝着海象方向插去 他刺中了 鱼叉紧紧地插进了海象的脂肪藏 并且在叉子上面还连着防止他下潜的幅子 不管海象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束缚 海象在海面上发出震震如同猪叫般的嘶吼声 他在海面上不停地翻滚阵 血液瞬间闪红了海面 帕夏随后拿起来那把穿成了几代族人的老式力枪 毫不犹豫地对他开了一枪 随着一声枪响 海象渐渐地恢复了瓶颈 帕夏和族人们渐渐地露出了笑咒 他们将海象运送到了海岸边 在这里开始分割他们的食物 他们会提前将刀取磨锋利 以便更好的切割海象 然后对每个家庭进行公平分配 这个巨大的海象足够让他们每一个家庭吃上好几粥 在北极恶劣的环境以及极端气候的条件下 阴纽特产每年都会面临着一两次的食物短缺时期 这时只能靠平日储藏的食物渡视 然而北极地区食物的短缺会是阴纽特产 为了填饱肚子而积不择食 所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他们已经适应了动物内脏 骨髓 眼睛等等各种器官 因此他们不会浪费海象的任何一个部位 他们会将各个器官充分利用 海象的肠子会进行特别的胭脂 海象的胃也会用来制成骨 以及海象的皮都会用来制作船只等等 剩下的肉他们会装进用皮制成的肉包里储存起来 等到来年的夏天 多尔干人迁徙到阴纽特产的部落时 他们会将储存的肉用来交换多尔干人的鹿皮 同时这个时候也是两个部落最热闹的时候 交换完物品后两个部落的人会一起围坐在海边 分享美食或者讲一下笑话 活跃一下气氛 他们也会在这个时互相交换部落里的单身男女的信息 等到来年部落再次相聚的时候 合适的异性就会建立婚约 然而他们这种交流方式也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这是他们能够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的原因 以纽特产能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生存并繁衍下去 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哦 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多多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